大家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四 我们的党史杂谈开始 今天果然有推送 本来呢,今天我要先讲这个会员节目的 另外呢,有一个刚刚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 也打算在这个非会员节目里播一下 但是后来呢,这个大家综合考虑了一下 就是这个跟我聊天的咱们这朋友啊 咱们在一起说这人事变动的时候 最后考虑啊,还是在会员节目里讲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的直播结束以后啊 专门再讲一期这个会员节目 把这个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呢 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让大家呢,自己参考一下 最近呢,刚刚闹了一起乌龙的事件啊 这个大家从互联网上也看到了 昨天有人在电报群里也散布这个谣言 让我给删除了 我就说呀,咱们都是成年人 另外呢,咱们这个小节目播了也差不多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通过这个小节目啊 虽然是历史票友办的私人的节目 但是我们也领略了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既然已经领略了常识性的东西 要再传播这些完全胡编乱造的谣言 就显得我们非常的低级 没意思啊 不管这个谣言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 都不应该传播 没意思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讲这个毛氏中词的这件事情 昨天我们说到啊 这个在1968年啊 正是在这个啊 国情恐急之际啊 这个千头万绪啊 千丝万缕 周恩来呢 还能够波勇 现身处理了这么一件 貌似啊 仅仅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但却影响极大的这么一件事 毛氏中词啊 这件事情的起因呢 是由于当时为了效忠伟大领袖啊 说白了就是拍领袖的马屁 各地呢 都搞了很多啊 诸如呢 像张呢 明信片呢 画片呢 等等啊 湖南更不例外啊 这湖南是伟大领袖的老家呀 那必须要做到这个啊 排头兵啊 对吧 可是这个时候呢 忙中出措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有些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含义 结果呢 在1968年11月30号这一天 湖南省工艺品美术公司印制的有一套毛泽东故乡韶山纪念图片 这个事情里边呢 就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并且呢 直接受到周恩来的关注 这是来自于周恩来年谱当中的介绍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字啊 这文字都是周恩来年谱当中的原文 根据年谱当中的介绍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纪念图片当中把这毛是中词这个字样呢 也印出来了啊 这个实际上啊 当时这个画片呢 只不过是做的不够精细而已 就是说在伟大领袖的纪念馆旁边把毛是中词 这四个字呢 不经意之间露了出来 结果呢 引发了周恩来的震怒 周呢 直接打电话啊 给中央军委办事主啊 这个时候的军委办事主的组长就是黄永胜 黄永胜接到电话之后不敢怠慢 马上又打电话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命令他们马上把这批图片啊 停止销售 影响太恶劣了 然后再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 严肃批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当时啊 说实话啊 包括军委办事组这几个主要的大将们 都没有太了解周恩来为什么如此的小题大做 这说明呢 这说明呢 在同啊 毛泽东周旋 这个过程当中 即便是黄永胜这些贴近高层的人物 也都是啊 完全不了解厉害冲突的 哎 说白了 他们都是小字架 哎 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指着秋慧座 说了那么一句话 娃娃头上也长白发了 因为在毛周 心目当中 秋慧座这些人 即便是日后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人家眼中 那也都是小娃娃啊 那么刚才咱们有个朋友说 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生词有关系 这个呢 啊 应该讲还不够准确 我们往下看 这毛氏中词 为什么引发周恩来如此的这个动静 在历史上啊 有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1959年 庐山会议 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 毛泽东啊 在1959年7月11号晚上 来兴致了啊 他要同他身边的几个 亲信呢 在一起聊聊天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周小周 这个当时的湖南的一把手 曾经做过他的秘书 他找周小周聊天 一方面是了解湖南省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想摸一摸底下的这个状态 周小周呢 就把当时湖南省委另外一位书记 周慧带上了 那么毛泽东同周小周周慧三个人聊天 聊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又把李锐给叫去了 这个时候李锐呢 已经是毛的秘书了 所以这样呢 这个聊天就在这四个人当中展开 由于是关起门聊天 又都是跟自己的秘书和亲信在一起聊天 所以毛的这次聊天很放得开 他甚至呢 较少的当着自己的秘书的面 老秘书和新秘书的面 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这里边呢 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原文我也给大家打上去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他和他的弟弟毛泽谭之间 我们都知道当年的那个邓毛谢古 邓小平毛泽谭谢维俊古柏 这四个人被称为苏区四大毛派 这毛泽谭对他的哥哥呢 一直非常这个崇拜尊敬 可是呢 兄弟之间也难免要发生一些冲突 结果有一次啊 这毛泽东发脾气了 甚至呢 还要动手打这个毛泽谭 这毛泽谭也来脾气了 结果呢 回了一句话 他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中词 就说这个是党啊 是在党内不是在家里 在家里你是我大哥啊 你可以行使长兄为父的这个权利 可是在党内我们都是党员 我们都有权利 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我 所以呢 毛泽东把这件事情呢 讲了出来之后呢 他是告诉啊 这个周围的这几个人 他说我这个人四十岁以前 干活很大 总觉得真理正义都在自己手里 现在呢 还有干活 这实际上呢 是做了一点自我批评 当然了 这一点 这一点自我批评呢 让这个周小周 李锐他们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以为主席这个人啊 还是一个求通民意啊 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人 结果呢 这两个人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就掉坑了 啊 不过呢 抛开这一个啊 结论性的东西我们不谈 就说早在江西苏区的时候 毛氏宗祠这个词呢 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到了公元1968年 神州大帝发生的这场史无前例的 第一次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那更容易让人滋生诸多不负责任的联想啊 这毛氏宗祠是不是又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情况下啊 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这个政治敏锐性极其迟钝 居然让这么一个画片出来 以至于谬种流传啊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啊 说实话 在这里呢 今天为什么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是极有标志性的一件事 但是却淹没在诸多的公开史料里边 大家看这个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年谱 特别是这周恩来年谱啊 1949年到1976年 这三卷本的周恩来年谱 是这四个大脑的年谱当中编的最好的啊 周年谱呢 他的公开史料里边的史料价值成分是最高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完全啊 学会撒谎 有些东西呢 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 不披露 结果后来意识到 就跟这个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这个犯这个错误是一样的啊 把很多不该有的词和句儿 以及这个东西呢 放在了里边 但是目以成舟啊 所以阅读周恩来年谱 包括啊 周恩来年谱在内的这批公开史料 是你了解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所以通过这个毛氏中词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昨天有的人说了 那你要是用这个高士奇 这个历史人物来解读周恩来 那他与这个老大之间的关系 起不成了君臣关系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 绝不仅仅是君臣关系 没错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当然不只是君臣关系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君臣关系 这道坎的啊 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高士奇 心灵手巧啊 在老大下不来台的时候 人家就出手了 同样啊 在毛泽东需要补台的时候 咱们的恩来同志也就出手了 像湖南推出的这套画片 如果不是周恩来发现 剩下的人 包括军委办事主这几员大将 包括中央文革这几员大将 谁能心细如发的发现呢 而且一旦在社会上流行之后 如果有人收藏的话 留到今天拿出来一看 这不就成了打着红旗 反红旗跪着造反了吗 所以咱们从这段小细节当中 就可以看出毛泽东 为什么离不开周恩来 这就是林彪当年说的那句话 毛不离周 周不离毛 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相当之复杂 他们之间既有战友 君臣 主仆 还有对手 当然 周恩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更是毛泽东 区域不可获离的保姆 政治上的保姆 生活上的保姆 所以这样一个人物 让毛泽东一方面 对他是不可分离 另外一方面也让老大如坐针毡 坐卧不宁 大家想一想 毛泽东一生 几乎讲没有对手可言 党外的 蒋介石这些人都被他给搞趴下了 党内的 从陈独秀 算起 创始人算起 也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他旁边 呼呼睡大觉 然而就是这个周恩来 跟他一直周旋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并且呢 毛不惜动用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才能把周给送走了 为什么 就源自于他们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而毛为什么坚持要提前把周送走 因为毛认为 即便是他这样的人物 在应付周恩来方面 也已经是筋疲力竭 换了毛 任何一个人都绝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就更不要说恩来的背后还站着咱们的邓大姐 一个人的功夫就已经很厉害了 再加一个帮手 党内群雄 那基本上都被扫荡干净了 所以毛既然决定把自己身后的大权 交给华国锋 汪东兴 江青 他们这些人 那么他就一定要把周提前送走 这尊神 谁也败不了 可惜的是呢 周恩来 也好 罗瑞卿也好 林彪也好 他们花了极大的气力 当初呢 我们都知道讲罗瑞卿的时候专门讲过 罗瑞卿 辛辛苦苦 任劳任怨 而且呢 不遗余力的推出复古 什么叫复古啊 恢复古田会议精神 不惜呢 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的 吹捧这个老大 然后呢 他得到的结局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在文革当中摔断了腿的罗瑞卿 一样让人家用框啊 抬到了现场 进行批斗 比这个激烈的照片还有 在网上 可以搜到啊 那么林彪呢 林彪解释的更吓人啊 主席活到哪一天 都是我们的领袖啊 谁要反对主席 就全党全国 共诸之共讨之 其结局呢 还不如罗瑞卿呢 全家都嗝屁了啊 至今呢 若干谜团都没有解开 那周恩来比他们哥俩 身段要软的多 手段要高明的多 想法要深远的多 可是呢 也能逃出去吗 还是没有逃出去 老大的手掌心 到最后呢 被人家用这种 拖延治疗的手段 就给弄死了啊 而且他也不得不就范 所以在堆砌 这个权力的金字塔 过程当中 这些高级的尼瓦将啊 八级木匠 他们的结局 可想而知 那就更别说 咱们这些草民了啊 老百姓的命运 那就不值一提了 所以在这个 个人崇拜的年代里 个人崇拜的岁月里 我们说 没有一个无辜者 当然也不会有一个胜利者 伟大领袖自己也不是胜利者 他刚刚登腿 他亲手缔造的 第一次 无产阶级大革命 就宣告 落幕了 然后呢 他的老婆 他的侄子 都被人家给拿下了 他的革命路线呢 暂时就被中断了 哎 虽然呢 他没有落得像斯大林那样 在身后被做秘密报告 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 伟大领袖 还是非常寂寞的 啊 当然了 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呢 就是 从上到下呢 我们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这种阶级感情 我们念旧啊 我们不像有的国家 忘恩负义 我们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所以呢 后来我们又把伟大领袖给想起来啊 当然这都是后话啊 那么 由此呢 我们就想到啊 刚才提到毛州关系的时候 不是说到吗 毛泽东是要把班交到年轻人手中的 一开始呢 选定的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王洪文 洪文同志 前两天的节目里边呢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啊 毛泽东呢 是极力推这个王洪文出来 可是下边呢 像许世友这些人 他就不买账 这不买账 最后到什么程度呢 据这个官方史料啊 毛泽东传里边就介绍 王洪文讲话的时候啊 许世友这些人 基本上不鼓掌 那么讨论由谁来做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时候 有的人提议王洪文 但是响应的又棘手 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啊 政治报告通常是由这个顶尖级的人物来做 以前呢 伟大领袖 因为他的那个地位那是完全不同的 他不会直接出来做政治报告 特别是九大和十大 他身体呢 也是不行了 所以他一般呢 只做个开幕的讲话 然后呢 是由第二号人物做政治报告 九大是林彪 十大呢 是周恩来 那么修改党章报告呢 以前一直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来做的 像七大呢 修改党章报告 就是由刘少奇来做 那到了十大的时候呢 由王洪文来做 实际上也是表明王洪文的地位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 在酝酿由谁来做这个人选的时候 这些老家伙们多数都采取沉默的态度 这当然啊 咱们得说是冲着王洪文来的 可是他间接也表达了 他们对伟大领袖的这一个安排的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咱们这位许司令 许司令这个人呢 经常在底下开小会 上边开大会 他在下边开小会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而且还经常有插话 这王洪文讲话 他从来不鼓掌 你说许世友完全是冲着老大来的 不全是 因为许世友这个人啊 他是拎得轻的啊 他知道谁该怼谁该顺着 但是他这么做 本身就给这些老同志们啊 提供了一个这个范例 大家一看许司令都敢带头这么做 那我们至少啊 也不必端着了 这样的话呢 对王洪文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压力 而且这种压力啊 咱们说呀 这情况啊 到了稍后 发展的就更严重了 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一件事 这件事 是引发毛泽东晚年动怒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于许世友在十大上边的表演 那已经看在眼里了 啊 这个周围的人是没少跟毛泽东汇报 因为之前毛首先已经放出话来了 要让工农的干部 要让经过第一次无产阶级大革命锤炼的干部 进入到党中央领导集体行列当中来 这实际上就是已经为王洪文做铺垫了 周恩来在8月21号8月23号两天 专门讲到儿童团的问题 这毛泽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都在给王洪文站台 可是你许世友许司令 居然还敢唱反调 这毛泽东啊 已经心里头非常之不高兴了 再加上当初咱们说 这查抄毛家湾的时候 查出的那报告 这许世友是有前科的 如果追溯到延安脱枪造反的时候 这许世友的前科比谁都严重啊 所以这新杖老杖摆到领袖面前的时候 伟大领袖就想动着许世友了 这个时候呢 毛泽东就做过一次尝试 这个尝试呢 是在毛泽东与张春桥之间出现的 毛泽东就问张春桥 现在要把许世友调到北京来 参加中央的学习班 他会不会来 张春桥呢 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春桥说许世友在南京 他说过 他是隋唐演义里的罗毅罗燕超 听调不听宣 这许司令呢 虽然没什么文化 也不爱看《红楼梦》啊 不知道爱不爱看金平梅啊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爱看《红楼梦》 他都是爱看这三国呀 隋唐啊 水浒这类的 结果呢 这张春桥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 这许世友自比这个隋唐里边的北平王罗毅 这个话啊 毛泽东一下子就听进去了 毛泽东说的啊 比这张春桥说的还狠 毛泽东直接把这许世友呢 比作辫子兵 比作咱们以前读书札记里讲过的啊 这辫帅张勋 为什么把他比作张勋呢 因为张勋就是镇守南京的啊 主抓江苏省的全局工作 领袖东南半壁 所以当时张春桥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许世友来还是不来 不来就准备打 他们是辫子兵 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更狠啊 毛泽东说 我还能带兵 我就不相信 我打不过辫子兵 这段话的原始出处 是在张春桥1949集期后啊 这本书当中记载的 那么通过毛泽东和张春桥之间的这个对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伟大领袖 对许世友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 毛泽东酝酿一部大棋 今天不卡啊 这部大棋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八大军区对调 而促使毛泽东啊 下决心 主张推动这八大军区对调 这件大事啊 迄今为止啊 只有1973年年底 毛泽东搞的这一次大军区对调 在他之后呢 再也没有过大军区对调这么大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呢 在党史军史上都是有浓重的一笔的 那么这八大军区对调除了辫子兵的因素之外呢 还有一个王洪文的因素 那这些话题呢 咱们都等待明天接着说啊 明天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继续聊 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支持 欢迎大家关注温相说实证会员频道 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有更新 一会儿呢 咱们就开启会员频道 讲一下那个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 好了 再见 咱们就开启会员频道